對 就剛剛我們還在戲稱就是因為早上稍早的時候在一點的時候開賽的時候娃娃呃才說了就是今天會由Koro上場 可能很多就趕著看老公的直接買買火車票要趕到現場來看Koro今天上場打 對 可能我們內場的觀眾比較多其實外場還有很多就外面還有很多 對 當然我覺得Koro在總決賽最後因為因為MOS本身的一些家裡的狀況 他是有上場打比賽那那場就連續使用的幾場藍波我也看得出來就是因為他的準備時間實在太短了 所以感覺可能要熟悉以及熟悉某一些英雄專輯某些英雄的時間比較短 那也是期待他在回到了國內的這個德馬西亞杯上場以後作為首發有沒有其他的英雄可以來拿出來做使用 包含了可能在總決賽方面非常火熱的凱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英雄 像上一個比我的話就有柯烈這樣的英雄出來 然後在其他的方面來說的話和世界賽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整體來說選手的訓練應該不會有太大的不適 對 其實Koro的英雄石的話還是比較不讓人擔心的 其實很多英雄都會玩 其實這一次的我們的德馬西亞杯跟這個世界賽上面的一個 版本啊 版本 其實沒什麼太大一個差異嘛 改動不大 對 因為其實今天的話我覺得Koro其實用什麼英雄我覺得都差不多跟S60 世界賽還蠻像的 因為6.18版本是世界賽版本 6.21是今天所進行的這個德馬西亞杯的比賽的版本 那其實都是做一些小微調啦 削弱的英雄也不多 那唯一在天地裡面比較大的改變可能是努努的一個登場率變得蠻高 但在比賽中這隻英雄可能還是比較難做使用 而且這樣一說來的話 場掌對於努努的使用應該也算是比較好的在國內來說 我記得去年應該是春季賽的時候應該是打老乾爹吧還是哪一次BO5的第一盤 就是一個弩弩四殺的一個開局 對 就他的確是很擅長這樣的英雄 但是我也知道大家也知道就是場長最近在苦練狂玩盲生 所以就今天艾羅利今天第一場上場的時候就已經先拿盲生出來秀了 所以不知道作為老父親的場長會不會 究竟是不是親生的就看這一個有沒有拿出來 對 就是在哪裡跌倒在哪裡抬起來 我覺得在爬起來就我覺得就是感覺上面蠻期待就今天的一個對決 因為麻辣相公跟場長一直都是這個打野的對決 我覺得在LPO裡面的話題已經是不斷了 那兩位打野選手在總決賽上面就是因為都是失利了嘛 所以回到以後要爭取就2016誰才能在LPO的區域裡面稱王 對 其實今天的比賽的話我覺得更多其實兩位打野的話 因為他們的風格不一樣嘛 對吧 其實這個版本的話我覺得覺得更適合這個麻辣相公一點 其實兩支隊伍還在這個這個德馬西亞杯上面的勝率都非常高 基本上是接近是全勝的一個戰爭 對 我們看到數據上面就算是在所有的LPO區域內的聯賽的話 ETG跟RNG的勝率都來到了八成以上 對 就是說這兩支隊伍主宰了2016年的整個LPO區域我覺得是不為過 好 那我們已經看到了是ETG的一個首發名單 上單是我們的Koro 打野長長 中單Scott以及下路的組合Devd跟Mako這兩個ADC跟輔助應該是 我其實個人來解說這個德馬西亞杯蠻難過的一點就這個組合可能要成為絕響了 是的 對 好 這邊給到Koro的一個畫面的話可以看到耳邊已經是灌輸了如雷的一個尖叫聲 對 那當然大家都很期待的Koro回到戰場上面以後能再現他2015年的那種表現 看起來長長應該是受身成功了 對 而且感覺就是在美國姐的髮型現在又稍微長長以後就沒有那麼的猛了 對 對 又帶回了一點殺氣 長長這個眼神好珍惜 之前看新聞好像也是瘦了蠻多的 對 以及Scott的午夜DJ 這個小江的話在今年加入EDG之後 明年應該就要承擔隊上的首發了 是的 對 就我覺得這一年的EDG雖然在總決賽他們沒辦法突破 但多多絕對是一個很棒很棒的收穫 好 這邊我們的Devd 看一場少一場 在14年的11月11號Devd是正式加入EDG 今天的話已經是兩年零一天了 對 你覺得哪壺不看齊哪壺啊 但Devd在身旁的是Mako 那整個總決賽的表現來說 我覺得EDG的下路算是可圈可點的一個線路吧 就是整體來說表現非常非常的平穩 而且在包含了幾支韓國隊伍的一個採訪裡面 都對於EDG的下路是佔餘有價 是的 那當然現場是有非常多的粉絲們 據著EDG fighting的一個標語 希望在德馬西亞杯這也是EDG一直在寫下新傳奇的一個杯賽 好 這邊是RNG 他們的對手RNG首發名單 那這首發名單跟世界總比賽沒有太多的變化 Looper 馬拉香鍋 小虎以及UZI小狗 還有Mata的一個組合 對 其實據我了解的話 兩支隊伍最近更多的是在準備S7的一些版本的一些改動了 其實特別是這種比較厲害 而且大的俱樂部的話 他們會走在別人的前面 對 的確這是蠻重要的 因為在1月多就要開賽的LP 其實版本的改動還是比較大的 因為6.22版本已經在 除了國父以外其他伺服器上線了 是的 包含了野區有很多的新植物啊 F4變 F6這些改動 相信大家應該也都是有所了解 但我們今天還是要先把2016的總冠軍給分出來 好 香鍋 特別是打野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特別是一個新的版本的改動 然後各種野區的一些變化 然後裝備的變化 英雄的一些變化 打野其實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對 而且今天也看到了Snake的Solfen的打野的一些套路 就不知道 就感覺也是學習到了一些總決賽的一些 這些內容 包含像正義榮耀的這種奧拉夫 中裸正義榮耀的還是比較少見的 一般奧拉夫來說的話 都是先出打野裝 小虎這個眼袋的話 一看就是訓練到很晚 好 這邊給他小狗 小狗有點萌的 笑了一下 對 然後才意識到 這是全場給予小狗的歡呼 是的 那當然小狗也是在觀眾的投票裡面 票選為年度最佳的選手 對 因為小狗的現在的一個成長嘛 所以年齡越來越大的話 他的打法和他的一些想法越來越成熟了 在打法上面我個人作為一個解說是非常非常有感受的 就是他很穩健 以前我們在可能兩三年前就是當 黃金的時候可能在落後的時候小狗會打得稍微過於激進而陷入了對方的一些布局裡面 但現在的小狗感覺不管隊伍是逆風還順風 他都能很穩定的去成長自己 我覺得小狗的一個轉變就是在於他其實是一個世界賽的一個選手嘛 他以前就是在其實在自己家的年賽的時候可能相對有一些時候發揮的不穩定 現在你會感覺他每一場比賽都是非常非常穩定的一個發揮 好 這邊是UZI的後援團 看了一下我們在我們左上方 感覺這個標語不管我們德馬西亞杯在哪一個城市裡面舉辦 都會看到他們到達現場 是的 那是兩個戰隊的一個數據對比圖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無盲星裡面來說每一個位置都是幾乎到滿的一個數據了 對 都很厲害 可以看到EBG的勝率的話是100 然後這邊RG是90% 暫存比來到了10.95的一個高 那當然平均時場上面EBG結束比賽來說稍微快一點 對 可能KDA的話根據兩個隊伍的一個風格來決定嘛 所以相對EBG在勝率高的時候他們的KDA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RG的打法比較凶悍 所以相對的話KDA是低了一些 但已經很高了 可是可能是EBG的這個KDA過高了 的確 因為在LPL的夏季賽裡面也是寫下了糖果賽全勝的一個歷史 是的 那現在已經來到了 看到兩邊的教練是積極地在跟隊員做一下溝通 因為其實今天的一個VP攻防我個人認為還蠻精彩 但也看得出來兩支隊伍的偏好 以及世界賽的隊伍的一些偏好是有些不同的 包含中單的選用也是出現了 最後一把出現的比較少見的一個卡薩丁 是的 像很多英雄在世界賽比要火熱的英雄在這幾場中都沒有出來 像是像是這種 辛德拉啊瑞斯這樣的英雄都是沒有出來的 這根本放不出來 因為這兩個英雄實在是現在太厲害了 好 進入到雙方第一場比賽的BP 這根本來的BP 一滴G在藍色方 RG在紅色方 第一手是搬掉了卡爾瑪 先搬掉了一手 團隊性的可以打中也可以打輔助的 辛德拉依然沒有出來 那傑斯一樣是馬上就被封鎖掉了 看起來瑞姿這邊還是要交給RG 抗或者是會放給斯大德來做使用 而且其實很多時候的話 你在紅色方就是辛德拉瑞姿這種你都不敢放 雖然小虎的辛德拉很厲害 對 以及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在世界總決賽前 場長的一個暴女是已經修煉有成了 所以我覺得這把RNG在紅色方的確 這個暴女的 還是半掉了 還是半掉了 對還是半掉了 我原本也認為 EDG可能可以去做一個嘗試 就是浪給RNG去封鎖這個暴女 那三班的話應該是瑞斯了吧 這個英雄我覺得現在放不出來啊 一人各電一個打野 最後一隻英雄 瑞姿如果封鎖掉的話 Scott這邊可能會選擇比較穩定的 維克托降的英雄 在打野方面的話 假如這邊搬到 奧拉夫還在外面 欸 這邊三班是沒有搬嗎 可能是智卡還沒上 哦 搬了鋁牆 打將 感覺今天又會看到這種 捷拉的一個使用 黑科技 奧拉夫 哇 打將他一搶奧拉夫 哇 今天終於是 有一把這個瑞姿要放出來了 左邊的話 場長是要祭出一手 奧拉夫 現在安靜毫不猶豫的 把瑞姿點了出來 是不是再外帶一把 再外帶一手捷拉 因為自己 畢竟是把女槍給封鎖掉了 搶個AD吧 捷拉 哇 這樣的話 封鎖兩個怎麼說 比較後期比較穩健的 一個中路和輔助 對線版本現在下路線的一個優勢 太重要了 你可以看到 好 在剛剛過去的幾場比賽來說 就 封鎖打曖昧 下路線的一個優勢 往往是前期雪球的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對 那這樣的話簡單出爆 如果先鎖一手 寒冰的話 就相對對瑞姿有一個幾千手的能力 除了寒冰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ADC可以選 包括像女警和靖這樣的英雄都還在 而且伊姿也在 所以其實代表了這邊的選擇還是相對多 但問題來了就是他們的輔助上面 可能現在已經是被RNG壓制一手了 凱南也不錯 非常火 其實這一個英雄的話 限制到瑞姿的一個速度也是非常不錯的 好 直接鎖掉了 那我們很期待 談兵加上這個凱南 對 很期待Coro這一場的一個 烙背傳送的一個大招 是的 那兩邊都要亮一下德萊文 那德萊文 那德萊文 莫非是跟德馬西亞 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嗎 對 這不是德萊文聯賽 然後看一下 Rupert這邊的一個選用 在總決賽上面 過多的在後期 我覺得後面的比賽來說 RNG為了讓上路穩定 過多的使用了一些坦克的英雄 反而讓Rupert的幾隻 比較carry 形象是 刀妹這種英雄拿不出來 其實凱南這種英雄 就是獻罷英雄嘛 你獻罷小犬一個 打凱南的英雄還蠻難的 哦 這邊 小虎是給香鍋描索了一頭蝦子 反而又讓我們回到了 半個月前的世界總決賽 王森對上奧拉夫的頂尖對決 但是相對的話 Rupert我覺得這一手 這個女刀的話 其實在上路還是蠻難混的 因為前幾集的話 確實會被壓制比較多 哇 傑 這個英雄的話 也是S7以後 要做大型刺客修改的英雄 對 還沒鎖 還沒鎖 哇 釀了三首刺客 到底選不選 刺客本命的Scott 最後換了一首發條 先逗弄一下現場的觀眾 感覺Scott是不是來LPO 一年以後就是 也慢慢學壞了 學壞了 這個是Dev的在選 哦 是Dev的在選 在鏡頭是給到了Scott 因為他要使用這個 就說明Dev的已經夠壞了 對 Scott在旁邊說 別別別別 我不是就發條發條就發條 別搞事 就Dev的一直在問 這個傑怎麼樣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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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亞索呢 亞索可以考慮一下 嚇死我了嗎 最後一首留給的是UVI 現場響起來維恩的呼聲 按陣容來講話 其實這把維恩不大靠譜 對 因為維恩手太短了 都沒有個發條 還有彩命這樣的一首 雖然你有傑拉可以幫你度過對線的一個 角力也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發條選出來你選維恩 這是 就你沒有閃現競打競團戰棋 你只要吃到一個QW 基本上就沒有 因為韓明其實在對線能力上面的話 是一個手比較長的英雄 就維恩的話選出來其實現場還是別人 對 畢竟對面也有納美的一個輔助 對 好兩邊的一個陣容底定出來 我們當然在今天的BO5 第六把 在第六把的比賽裡面 才看到了瑞姿的燈板 是的 就是大家觀眾朋友們 不管是現場的朋友們 也還是這個 就是在電視界觀看的朋友們 其實也有很多 一直在等待這場比賽的朋友 就相對的確前一場是打的 稍微有點久了 因為是打滿了嘛 也希望第一場比賽的話 兩邊就能夠活躍為師傅嘛 從前期就已經開始打開兩邊 應該打出來的節奏 起碼就中上來說的話 RNG這個中上是在前幾個BO5中 前一個BO5都沒有出來的 RNG這個組合來說 就像剛剛Colin所說的 凱南在前 在線上畢竟是一個遠程 就像刀妹的消耗能力 是優秀很多的 所以刀妹選出來 就是要配一個 前期有擊殺能力的打野 對 因為我覺得凱南就不錯 就相對的對方 拿出瑞姿和這個 結拉之後的話 其實有凱南的意義非常大 那當然2016的德馬西亞傳奇 還要繼續往後走 到底是RNG能擊敗EDG 想辦法成為新王 還是EDG會載下他們的德馬西亞傳奇 好的 現在開始 從方地上的一個較量 這邊的話 一直第三人是直接來到了下午的草叢 好 這邊MATA的話已經進行發現了 對 這是一個選擇奧拉夫的一個標準套路 以及直接從下路的直草出來丟一個斧頭 如果對方有人蹲在這邊 往往會爆發一個異邪或散射 是的 就這個出 這個開局的話一定得跑得快一點 但提前的話 這邊MATA的話也是有應對 看到下路這邊打野出現的話 RNG是選擇在在上路做了一個演 對 先探測一下 對方是以什麼樣的這個野怪衝開的 對 奧拉夫一般還是會從藍BUFF做一個起手 因為就也看得出來為什麼剛剛 最後一局 Snake要這麼 第四局的時候 M要這麼大膽的去打這個奧拉夫的藍 就是為了去限制前面奧拉夫的一個高速打野 對 其實這樣的入侵 對一擊來說不好的一點就是 奧拉夫如果先是藍開的話 蝦子其實有機會去入侵這個奧拉夫的紅BUFF 在這邊的基石天賦方面 我們看到CORUS帶著戰爭熱誠 小虎就是選擇了風暴起手的狂用 是 我覺得這個野味是蠻關鍵的 因為前期瞎子入侵能比較這個強嘛 其實一般的奧拉夫的打野習慣 他會把血量先控制 很容易被入侵的話 一旦是被搞一波其實就蠻傷的了 但你現在馬拉相控的一個棋手位置並沒有掀開紅 我覺得露青對方紅的一個機率是下降了蠻多的 第一局感覺兩邊有想要求穩的一個意圖打得比較溫順 對 下路雙方的對線都是線上比較強勢的組合 拼命幫忙在搶二級 那一滴這邊還是先往前拿到了兵線的可動權 是 強的話還是這邊一滴記得下路更強一點 因為兩個人推線能力 怎麼壓制能力要更強一些 因為有一些回覆能力 哇 中了這邊搶二之後 QW加雷霆一套直接打殘了小虎 很危險 是 小虎趕緊是把自己的藥劑往自己的嘴裡面灌下去 前妻的話這個髮條打瑞茲機率是蠻好打的 對 因為瑞茲其實要等這個稍微有一點肉張起來之後 要稍微舒服一些 這邊的話上路也是拼得很熟 兩邊一上來之後火藥味十足 在這邊的話 摳肉反打一套的話 反而是賺了一套血量 戰爭熱誠這個時候就體現出來一個優秀了 對 那盧勒這邊的一個換血是必要的 哎 這邊香果來到中路 一個魔眼過來 直接逼出一個閃現 那後續的話應該沒有機會了 他的話也在草叢裡面等著 Scar這個閃現非常的漂亮 對一個機票換對面雙招的話 其實這樣還是Scar的稍微虧一些 而且很穩 是雙招全部交掉 不給你一點機會 香果的話協助這個小虎推一波兵線 因為這波兵線的話 小虎已經沒有藍了 一個人推的話是完全不夠的 但這後面三個兵也不敢吃了 因為那個球放在這裡的話 就給他很大的一個衛生力 主要前面一級的那個眼啊 就已經確定了Club的一個起手位置 然後就場長是 麻辣香果是選擇了一個三級比較長的帶紅 因為這個蝦子自己不大吹藍的嘛 因為這個藍包紅的話也會讓給瑞茲 他打到紅之後三級立法就可以幹客 這個就是兩個英雄之間的一個差異了 也算是緩解了一下小虎 剛剛一開始被對方搶到二級以後 直接打殘的一個局 上路壓得很凶 上路打得非常凶 戰爭熱誠A的非常狠 那邊細節是做得很好啊 利用一個被動直接暈到了Loper之後 直接打殘 之前的話Loper不得不回前 感覺Loper是很久沒有跟Core對到了 有點不太熟悉 Core打得非常非常的凶 那時時知識欲上面兩個戰隊穿著平衡修盛 RNG稍微領先 所以的確兩個人好像是 這個賽季來講的話蠻少交手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 當然因為瑪拉雄哥前面一開始的第一波Gang 可是選擇投資在中單 所以Loper身邊必須要靠著個人去扛住這個壓力 對的確的話這個算路也是一個蠻冒險的選出一手女刀嘛 因為線上凱恩的話肯定是能夠壓制到女刀的 解釋已經被斷掉了 所以真的要打的話可能選一個納爾也是一個扛壓線 對納爾其實也不大打了過 就相對好打一些 場掌是趁著香鍋回家在野區做了一波眼 這邊F4已經沒了 眼睛做得很深 這邊的話是繞過了眼位 大概其實場掌也是知道他的一個位置 因為F4那邊那個眼鏡你看到了香鍋 但是繞上的話感覺場掌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先丟一下小兵 第二段Q能不能跟上 閃現響 短了一點點 哇一件輸 香鍋雖然踢到了 但是場掌在後面 場掌開著起跑從後方趕過來 Coro這邊雖然閃現被逼掉 但Luper同樣也是交了一個閃 對但這一波的意義就在於 上路可以把兵線控下來 這一波塔其實剛好是兵線進卡了 兵線的話其實是現在對RNG來說 上路是比較有優勢的 那這樣的話 Coro其實滿傷的一點就是 他這波兵線很難吃 因為會受到一些打野的壓力嘛 但還好是野區的一個視野的話 場掌控得不錯 場掌剛進去的兩個眼睛 零件是一方Coro免去的這邊被打擊殺的一個可能 是 因為如果這邊被打一個擊殺 線又被控的話 那Coro前面的優勢就完全沒了 是 那這樣的話其實 Luper其實做的也滿不錯的嘛 不到沒有落合太多 這一波回家的話應該還可以TP上線 線假如果控在中間的話 他也可以不交 是 就相對在六級之前的話 就稍微小心一點 然後熬到六級之後就好 OK了 這個出裝是要出 大冰錘嗎 應該是要走一個 純AD 就打得像納爾的一個凱南了 大冰錘就是 對 納爾型凱南兩個都是約六人 一般來說會 凱南有一個 基本套路是兩多藍箭 然後開始往這個AD的裝備去發展 就腰帶以及精深 確實是也可以這麼去說 就一個不會電大的納爾 但他會發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哎 這邊香鍋要繞過來 瑞奇也來了 哦 三包一 小虎是直接開了一個急跑 DF2連過來的 但Koro是滿狀態有大招的 所以這邊進塔的處理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Luper手當其中 衝擊來Q彈 Koro命中以後原地開啟大招 Koro能不能 啊沒有辦法 電掉Luper留在塔下 這個 Luper這邊的話是利用大招的 第三段啊 直接帶走這個人頭 達到了這個一選 這波小虎應該是先被發條打了一套 然後交一個DF2連跑 跑這同時的話 配合三鍋過來 就打了一個時間差 哎這邊 哎這邊下路反包 直接閃現 一發普攻 哇這個選招沒中 W減速一下 發了這邊被給虛弱了 交出一個閃現 斧頭直接減速到兩個人 UZI能跑嗎 再一個斧頭減到了 哇 DAVE打得好兇 下路的這波開團 是DAVE的閃現Q技能緩速 對這個EDG的話也是懷疑顏色 兩邊是戰勝1比1 相對的話 這個 扣了因為上路的補刀 之前是有優勢的 但這一波其實也是扣了一波塔刀 兩邊 我是覺得這一波還是EDG稍微賺一點 因為遇在這邊是一大波塔刀 在雙人線的話 因為是影響了兩個人 總體來說 剛才DAVE之所以被壓血量 還有被壓刀 還是因為沒有回家補裝備 這一波場長幫完之後 回家補裝備 也是一個蠻好的時間點 對 因為小狗前妻這邊的補刀 其實是優勢的 所以相對的把前妻 就是優勢的那一路的優勢給瓦解了 兩邊現在又是一個軍事的對抗 香國空了一下EDG的上半野區 狼魂是發現了場長的位置 芒生前妻的一個野區路性的一個機動性 還是體現出來了 就是兩邊如果都上下線做一個線上的一個擊殺交換 但麻辣香國這邊其實是多場長濃了一片野區的 就打了個時間差 偷了個藍 當然小虎這邊前面的一個對線烈士 在麻辣香國的幫助下面已經是緩解下來 以外在上路也拿到了一個助攻 就瑞茲如果開始跑起來的話 EDG這邊是要想辦法去做處理的 就現在其實八條很難消耗到這個瑞茲 因為瑞茲現在一速已經起來了嘛 下面的話八條這邊其實他沒有鞋子的情況下 還是蠻蠻怕被這個蝦子給幹嚇的 其實蝦子配合瑞茲兩個人的爆發的話 法條是有點吃不掉 這邊美口回到下路 開始是為了保護中路Score 在中路做了一波野位 因為對面香國也是到六了 而且還是有R閃的一些 但是整體的一個中路附近的一個視野的話 的確現在EDG控的更好一些 因為八條在中路更強勢一些 而且成長一開始進去紅區裡面 下來那根針眼一直沒有被R閃給發現 這回是影響比賽蠻大的一個關鍵 因為只要是馬拉槍會回到自己的紅區 這時候EDG就拿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情況 這個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蝦子有一個奇怪 就是隔牆吸過去 那個草叢不會進 打蝦子打得多了都會了解這個 對而且這邊一個一技能 進骨到了MACO這邊 瑞茲急跑過來 要留MACO MACO這邊能跑嗎 一槍 後面的話還揪了一下 但是還是被傑拉給帶走了 那的話長長過來加速 配合這邊的話 對付的兩發普攻 直接帶走了輔助 這邊是打出一波一塊二 再一個球QW減速 香國墨也走了 水鍋的話一滴劑是賺到了一個人頭 而且是擊殺掉了小虎 水鍋的話血轉啊 還拿了一個藍buff 就之前這個香鍋偷掉這個藍buff 現在翻了回去 還丟掉了中路人頭 這樣中路的等級可能會被拉開啊 上路的話 雖然Luker有TP 是領先對面Coro一個TP的 但是剛才因為一直被Coro所黏住 所以沒有交 那個位置刀妹下來 其實也沒有那麼好的落點 因為以眼味來說 RNG的眼是在自家的一個防守眼 而不是在河道後 這邊要主動傳後了 這下往下拉人 看這一波 但刀妹過來一個作戰能力 能不能夠 他現在不夠弱 他現在不夠弱 找到了 我知道他的 QO刀妹解釋一下 再一斧頭 如何這邊不敢上了 哇 如果這個英雄是個凱南 就效果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 如果是一個凱南 如果是一個凱南 刀妹其實下來太過於疲軟了 那反而是給到Coro一波清線的機會 這個TP其實毫無意義 你知道人生最難過就是 有些時候沒有如果 是 這時候下來就前面刀妹 他現在的這個裝備 他進去被三個人會直接秒掉的 如果能重來這個TP我不交 其實這個TP的話 算是保住這個塔 但是上路的兵也沒虧特別多 這個塔也掉不了 的確其實這樣的話 就犧牲一下自己吧 路口這個 對 就前面剛剛有一個小小的等級 差距被對方給追了回來 對 因為之前的話有一個人頭 其實已經上路 就平均發育的話 其實打凱南也是蠻好打的 但現在的話上去之後 就不大好受了 因為凱南這邊馬上這個大兵球要出了 下路這邊守住了一斜塔 就看過兩支隊伍 在這個版本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就是都知道這個一斜塔的一個重要程度 可能甚至比擊殺的一斜來的更為重要 防止這個塔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這個TP 如果是那個地方沒有視野的話 我踢到一半然後取消了 對面還是會以為我的場景 他還是會撤退 現在香鍋因為看到自己野區 下半野區是沒有演的 所以這邊來懲戒一個狼魂 開始整個下半野區都是一滴雞的演 所以香鍋是不太感激自己野區的 Colo這邊很警覺 看到Luper用第一段Q的時候就先開一 但反而是被Luper給騙了 後面根本就沒有人 但其實這樣的話 Luper其實線上的壓力沒那麼大 因為凱南在出P球的話 其實說持續的一個消耗能力比較強 但是沒有爆發 因為本身靠著他W的一個技能 對Luper的一個消險能力就下降了 對 RNG好像找到一波時間差 這邊要來做一下龍區的演味 其實現在凱南的話 出這個火焦帶非常厲害 就是有一定的肉的能力爆發也會提高一個檔次 包括一段多的突進 對進場能力會變強 這邊的話直接閃現進步 哇這個跟上這個閃現E 配合香鍋的一套直接帶走 香鍋這邊大槽都沒有交 傷害已經溢出了 太果斷了 這樣的話 中路也是成功的幫助小虎打開的局面 因為之前的話 中路的確是烈士 整個一級的等級 這波Skud是沒辦法 因為畢竟對方是輔助跟中單都交閃現 直接連環控 就你連閃現都交不出來 這個沒辦法 你沒有進化 Mako的海浪到來的時候 已經只看到Skud發條的一個屍體 中路這邊被抓 對於EDG來說是比較傷的 因為發條在中路這邊可以一直去維持自己中路視野 以及他兵線的一個主動拳 香鍋這邊又偷了一個藍 這個藍 Skud沒拿到還挺傷的 是的 已經連續兩個藍了 這上一個藍的話 這邊是一級爭奪回來了 那就看RG這個藍拔幅刷新的時候 一級會做些什麼 對 能不能抓一下小虎沒有閃現的時候來針對一下這個瑞姿 但他們現在看起來是想要拿這個半血的下路塔 哦 Dave打得很兇 因為抓到解拉的位置 差了一點點 扭身躲掉 對這個腰蠻細的 射不中 射中的話 感覺長長就要上去衣服一個人頭了 對 身材好 差不多這邊還是三個人的強壓 這時候麻辣香鍋台中自己的高地內 趕過來 感覺是攬不及守這邊 近開大要硬保這個塔 已經感覺有點走不住了 因為上午這邊也是沒有TP的 平均沒好 那又是抓住一波機會 因為香鍋剛剛是的確去偷了那個藍BUFF 回程再出來的話 就這個時間已經不夠了 找到一個不錯的機會 EDG的戰略目標一直都很明確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都會解說 會一直說 EDG這個隊伍 他的運營思路是比較 比較好的 比較清晰的意思 對 RNG現在的防守反擊也打得不錯 在野區的眼位上面 在上半區做了很多來保證盧可的發育 對 扣羅斯已經回家拿到了自己的大筆錘 但感覺對於高妹的壓制來說 在這把是沒有辦法持續去壓制 那這邊的話第一條龍是蜂龍 我覺得蜂龍 兩邊的陣容都很喜歡 所以我發現我最近打排位特別喜歡蜂龍 其實數據上面大家都會覺得蜂龍可能相對於土龍跟火龍是比較弱的 但是我覺得蜂龍真的很強 對 而且全球總決賽的數據在裡面 拿到蜂龍的勝率提升是所有屬性裡面最高 對 其實有時候大家其實這個蜂龍就是加強了之後的話 你會感覺蜂龍這個屬性是真的很厲害 好說到蜂龍雙方已經在這邊龍區布了一輪眼位 看起來AZG是想對這個蜂龍進行爭奪的 畢竟我下個塔已經拿到了 這是一個標準的一個運營思路 下塔拿到以後來擴大到河道的龍區 這個藍霸F感覺MAKA跟小狗也是小心的處理 BDG已經大軍站進來了 但看起來並沒有要往這個沒有室友的地方盲撞 這邊再來做一輪眼位 CORROR是直接從上路走了過來 這邊直接急討 好的拉回來 哇 拉到了韓兵的大招上面 完美COME 哇 這一拉 這一拉真的是 摧枯拉手 太棒了 而且這一拉的話 中路手塔的主力是沒有了 是 瑞茲沒了 這就是這手韓兵選出來之後 對於瑞茲的一個限制啊 我覺得這 這 講實話這一個combo 我覺得SCART是關鍵 是 很果斷 急跑開了直接拉過來 其實更多的其實講究的是一個 就是相對的配合 來這邊MAKA 開打硬手 但 血量上面被灌得很殘 是的 MAKA這個大招的話也是打斷了小狗 哇 這邊一個QW直接是帶走 陰了一個球 這邊被炮起來 Ulay Ulay 這邊能不能死 這邊還是球穩 對 沒有衝上去 其實這波衝上去的話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衝上去應該就是把小狗的閃線給逼得出來 但長長的血量剩下半血 對 他如果知道麻辣香狗的一個傷害跟塔 扛到一兩下塔的話 有可能會被換掉 滿容易被反打的 對 所以很果斷 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拿這個中路塔 拿到了就撤退了 就不亂節奏 對 剛才這波Loper 其實也想來支援 但是在中途是被Coro給擋住了 在河道附近 所以也沒人來 這邊小虎 硬在草里 身上只有閃現的 Devett的狀態不是很好 閃過了一個W 沒有被check到在這個草坡裡面 但是Devett有雙招 背後就是防禦塔 這波怎麼說 盲身也過來了 小虎直接走出來 直接一個進骨道 好的 觸發了自己的被動加速 又一發一技能給上 Devett的話走位 對 閃現躲了一發Q幾人 再躲回兵中 當他想說這邊是沒有機會 出他的Q1以後 直接利用金鐘罩 對 這個Devett的話 其實也比較清楚 就躲掉這個小虎的那發Q 就是身上有影響技的那發Q 對 就是最大的一個傷害躲掉了 就沒有問題了 非常清楚這個英雄的屬性 就感覺Devett的自己 應該也是玩過Race 這邊一個硬件加速上來 要約嗎 直接是選擇 強推塔 但是瘋狂的話落到了Race的手上 但上路這裡很尷尬 哎 刀妹先是撸殘了這邊的場長 那回到一個凱蘭大招 配合八條一個大招 兩個超級大控 先帶著Luper Luper這邊被做了帝王的一個禮遇 被擊殺以後 RNG也是 歡迎顏色 直接趕到中塔 哇 四個人是非常果斷地推掉中路的一塔 那兩邊中路的一塔都已經告破了 這樣的話RNG在視野上面也不會落後 其實這一波Luper的一個犧牲的話 還是有一點意義的 Luper很聰明 他知道這一波的判斷對方竟然是要先打塔 他就選擇先灌場場仗 CORROW這個 他應該是覺得剛才那波人都上來抓他了 然後他直接TP和Z塔 可能比較怕小虎這個大招吧 直接TP到了自己的門牙塔上面 CORROW現在已經出了一個反曲之功 下一件的話 感覺下一件的話 有可能是巨峰魔刃 應該是巨峰吧 因為凱南非常適合巨峰這個裝備 就跟提神有點像 因為上路對方就是一個像米高這樣的英雄 他就應該不會輸這個巨峰魔刃 而且W的被動也可以更快出發 對 對別印記以及他增加自己推兵性的能力 因為他畢竟沒有AP 但如果是破敗的話也可以 這邊直接一交 哇 王國也同時CORROW一個反效才 哇 還是一件一 還是踢回來了 踢到暗下 但是這個W沒有命中以後 CORROW想要逃但三個人包夾上來 CORROW是有MATA的切拉拿下人頭 這就是所謂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兩個人互相都是已經盡了自己的能力了 對 裡頭你覺得剛兩個人飛得有多遠 這個不知道 感覺這個雙飛飛得挺遠的 對 上路帶來一大波兵線 RUPER是要推一下一屆上路伊塔 下路這一邊本來戴夫想推進 但是看到對面好像是有人回城 應該要支援過來 那這樣的話 擊殺掉了CORROW之後 直接會讓LOOKER單吃掉了這個上路的伊塔 這個其實蠻賺的 對 場長是來不及防守 就說17分鐘一滴軍拿下三塔 就是一滴軍很標準的一個運營節奏 但是RNG這一把的一個防守反擊打的真的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其實發現CORROW這位選手的一個轉變的話 現在就是不走尋常路了 就會經常用一些比較奇怪的東西和套路出來 但其實效果也是蠻好的 畢竟潛心修煉嘛 就是 壁關總是會拿出一些不同的一些領物 對 但這個你沒辦法啊 就相對的 其實凱南加奧拉夫兩個英雄的一個 實施的一個剛才能力度還是有限 對於ETG來說 他們有一點就是在於他們人頭分配比較平均 都分在了這些C位上面 而RNG的話 我們看到輔助方面是拿了兩個人頭的 主要這個8條會有點恐怖 他如果提早到了他三件套子 有法穿的那個時間點的話 以RNG的陣容來說 最恐怖的是小狗只要吃到一套 大招跟QW的連擊 他就直接秒 對 其實這個RNG的後排就非常怕這個發條 這邊拼信號 想抓一下發條 又是一個閃現E E倒是夠的 在這邊 哇 回頭佩克大美直接反手秒掉了 接打回頭再贏一個球 這樣的話 刀妹直接進場 瞎子摸一個眼過來 想踢沒有踢出來 腳都抬到一半了 但是一個Q覺得穩穩的命中 好的 佩克大美直接帶走 那這樣的話 EDG在配合輔助過去做視野的時候 中路和輔助雙雙倒地 而且這一波中路是帶賞金的 而且回來 蹲到兩個人 要一DEFT DEFT很威脅 被一刀暈到了 哇 瞎子一角直接帶走DEFT 這樣的話 場長開一個大招 往二他跑了 這樣的話 摳柔趕過來 也沒什麼太大一個作用 他畢竟不是一個爆發的凱蘭 對方的血量太高了 那這樣的話 RNG可能要去大龍了 當然場長現在是沒有大招 血量狀態是一千多點的一個情況下 RNG我覺得現在可以直接做 直接虎丹 直接開始打 在你眼皮下面就要吃這個大龍 看一下EDG要怎麼解這個難題 馬卡与一直步步趕過來 這邊解拉的位置有點尷尬 先抓這個解拉 Toro這邊沒什麼傷害啊 因為這個的話給上一個虛弱 那的話Mako也趕到 龍還有三千多地血 這的話路可兒先Q出來 大龍的時候擊飛了小口 小口在衝突是被Mako給擊殺 大龍瘋狂出出八條來了 但是龍還是被香鍋給承接掉了 香鍋先倒 但是龍還是被香鍋給承接掉了 路可公主 能不能換掉Scout Scout就被揮頭直接反殺掉香鍋 哇這樣的話 小虎 剩下小虎一個龍種 還是存活了下來 那這一波三換四 還是RNG賺了 哇這一波香鍋在死前 把這個大龍給承下來 是的 如果這一個卷大龍掉的話 那這波RNG賺會 如果這個大招把人殺了 龍搶了 天吶 萬劫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龍還有一千多地血 這個大招反而是幫助香鍋去打了一道傷害 直接一個承接帶走 而且細節面上面來說是香鍋的這個Q2沒有放 所以他是被吸完以後然後立刻Q2承接 對就是他的這個二端的Q等於是發條幫他打了嗎 有打出來 是 RNG現在有一點就在於上路的單帶方面的話 魯可現在的裝備是已經非常好了 他的黑切馬上要出來 上一波魯可打了兩千九的傷害 但摳爾如果是一個就是AP的這樣的一個凱凱的話 就是上一波進去打的傷害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補助因為上一波留了一個虛弱 這個虛弱很關鍵 就連Mata的一個傑拉托電不死的話呢 代表說他就算是進到了後排 在團戰中的一個AOE輸出性是比較低的 是 就這一波的話其實這一把的話 香鍋在中期的兩波針對到Koro去做幹測 然後包括幫助他推塔其實做的比較好的 因為其實Koro在剛出到冰錘要捆雪球的那個時間段 是被香鍋給抓到的機會 對 就其實盲身那隻英雄就是如果大家去就在世界總局 看到一些韓國頂尖的打野選手的一個訪談 就是跟我們常規理解不一樣 他現在不是主動作詞的英雄 他是反蹲上面非常非常強的一隻英雄 那香鍋就這場詮釋了他怎麼去把劣勢線給盤活的這種能力 對 現在看起來的話雙方要贏的點就非常明顯了 一滴直到被直接抓後 看一下這一劍過去了 但是路途上面好像沒人 哎 這個一劍飛遠了 但是Koro這波史詩繞後 但路上遇到一個瑞茲 再回頭的話就香鍋 香鍋摸一下眼 這位的話Mata顯然不想讓不想給香鍋摸 現在RNG要贏的話就看這個刀妹來單帶了 這個刀妹有點擋不住了 這個Loper已經沒有人可以足球 但是香鍋這個二塔的話 其實這邊RNG也很難守 靜直接開啟一個大招 那常常層面頂著 結果他在側翼是給了一發一技能 但這個二塔還是告破了 香鍋過來 先踢一腳無射射一下對方 那兩邊的話二塔一個復環 相對來說的話 一滴機稍微轉一點點 因為他們丟的是 破裂是中路了 哎 這邊Loper可能會繞過來 包一波 哇 但是這個陣容暴起團來 這邊踢到通了 就看香鍋的這一腳 閃現踢 而這場掌 這邊趕緊摸了一下Loper 這一腳有點失誤啊 感覺踢到了鐵柱子上 腳有點彈 哎 這個Kill現在解釋到兩個 但是場掌的位置 已經沒有大招了 要小心一點 那兩邊的話 最後一個人都沒有死 順手過來打條龍 這兩條瘋龍的話 多一個武術鞋啊等於 對 香鍋感覺剛剛那一腳 踢場掌是想要做一個 就是擊飛 然後留人 擊掃了 擊掃了 那這樣的話 哎 廠長先被留下 在街上結納了一個一級男大招 這邊的話 發條直接拉回了Mata 拼了一下Mata 之後擋劍 前面Mata又是被Koro給留住以後 Mako一個彈跳水柱彈死 這個緩速掛到了Loper以後 球女發條上來已經打出來了 反正想換Def了 這邊Loper回頭殺掉了Def的 看這邊發條回了一個球 直接一發普攻 帶走了Loper 小虎的位置也有點危險 被Q技能減速到 再一斧頭 場長沒有死 剩下一個UDI 往四個人 反方向逃 Mako領軍 看下一個Q技能 哇 這一波感覺UDI也跑不掉啊 RNG這一波 感覺有點像呼啊 就爺爺 閃現過陷阱 閃現Kero 接上一個斧頭 Koro走上來 一批一款 打掉了這個人頭 這一波有點像 從香鍋這個W 就Mata開始 就已經有點收不住了 真的是呼嚕啊 救爺爺 感覺這波拿到瘋龍 RNG應該是要選擇拉退了 是的 但是他們選擇 反手想救一下Loper 雖然換掉了Def的 但後續Skart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肥的發條 所以他的傷害還要很高 這一波有點接受不了 有點巨傷無比 而且發條他這個裝備好像已經很久了 不知道他這波回去能掏出什麼樣的裝備 可能直接拿法穿了 哇 2400 再打一下應該 哎 差點錢 回血了 回血了 難怪不大給面子 比較喜歡輔助 兩邊互有來往 這26分鐘其實沒有打出任何一波 是有決定性風向的一個作用 就RG現在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 還是持續的讓Loper去做一個單單 因為畢竟現在Coro在戰圈上面是打不贏這個倒楣 是的 凱南這個出裝下一件 這應該是只會默認了 就全攻速型的一個普攻凱南 就有點像以前S5流行的那種AD凱南一樣 他是通過不斷打印技 然後最後大招來保自己的這個 他的想法可能是因為畢竟有8條AOE的技能已經足夠 傷害足夠 他打更多的是單在上面的一個能力 以及團戰後的收尾流熱能力 對其實相對其實兩邊的陣容 現在其實也 1滴也存在一個隱患 就對方拿了兩條瘋龍 瑞茲女刀這樣的英雄 其實特別喜歡這兩條龍 而且這兩個英雄是可以在邊路單帶的 因為這個1滴技你可以看到 其實後排的話滿受到這個女高威脅 這一件一個幽夢脫掉了 好險有這個幽夢 要不然當這件中的話 每一口再接上一個水泡 小狗可能會在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 他見而過吧 還好又在這邊比較瘦 1滴技現在有點難受啊 兩路被牽制了 這個糞帶加上兩條瘋龍 1滴技現在必須要想辦法去破解一下 但是在抓人的能力上面 1滴技這個陣容其實真的靠的 就是戴普德的一個兵艦 是 RNG剛好也是避過了 1滴技最想打的團戰這邊 來抓一下 感覺這一波路透很危險 後面有小兵過來 這個要感覺繞場一走跑嗎 直接拼了 拼了 走不掉 雪套砲棄以後反手 直接被1滴加上戴普德的普攻給帶走 是 如果這一邊的話 Q後面的遠程鞭 然後往上走 把Coro引過來 再把冰黑壓去過去 可以拖很多時間感覺 比玩起來 糟起來 這波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Luper在下路這邊被抓 但大龍沒有重生 如果他是大龍重生的時間點 ETG這樣去抓下路 那就絕對是一個丟大龍的一個 方言之其實大龍刷的話 一定就不敢抓這個刀妹了 對 所以其實這一波Luper在現在有點太深入了 而且剛才這一波的話 Coro是把上路的塔給推掉了 上路二塔被推掉的話 剛才這一波 其實RNG稍微轉一點 是 Coro這邊下一個裝備 應該需要做蜘蛛摸刃 不過大龍馬上刷新 馬上到了ETG 這個陣容比較喜歡打的團戰 是 Skart也是拿到了自己的法穿 下一個團戰可能會是用大龍作為一個B團 RNG這邊還是有一個視野的一個主動權 因為兵線的邊線上下路都是由RNG先拿到 RNG先鋪了一波之後 一滴直接四人爆臺 立馬是反搶回來大王附近的一個視野 再過一會兒的話 小虎身上可能就要有撐哥了 是 這邊進 直接開局 匣子 一腳踢上去 看一下這個 哎 這腳踢走了 閃線沒有交出來嗎 這樣的話 Mako被打踩 直接被花一直在輸出 Dave在這邊也有點危險 活了下 小虎這波繞後 天哪 後排直接失火了 場長這邊怎麼跑 而且Coro這邊還沒有追到近開啟一技能 皮卡丘往前衝 踩到了一個陷阱 但是Coro這邊單兵作戰能力是非常強的 利用被動的一個一直持續的控制 一把虎翁直接帶走 但是Coro能不能跑 要扭過嗎 他想過下一個 這一腳 扭掉 有點歪了 但是回頭的話反打能打出被動嗎 我打一個閃線 沒辦法 魔王來了 反身上槍應該是送塔 這個很難跑了 但也不一定 如果要跑 還是選擇回頭做一個英雄 還好他是往下邊去跑 這樣的話 他剛才一是追UZ 這樣的話對面也不能去打大龍 現在時間也不夠 主要早死早復活 如果去上路道一下的話 反而是浪費時間 感覺有一點命運捉弄人的一個程度上 踢上去以後 但那個位置剛好是Luper的一個弱點 所以Dave直接被一個兩件攻擊中的刀妹 他被騎在臉上 反正感覺上過這個角的話 就可能是專程踢到後面去 踢到瑞姿的臉上 然後瑞姿不是要到後嗎 對吧 這我不敢確定 但我覺得 就是他配合起來 感到這畫面蠻美的 因為的確他如果阿神回來的話 後面其實後排不一定能夠把這個 傷害不一定夠 對 因為小虎也是在做一個傳統 烙背的一個動作 對 這一場RNG的龍控得非常好 三條龍都是拿到手裡 一對這時候是所有人大軍趕往大龍池 你看已經傳來瘋狼被擊殺的一個訊息 一對這要怎麼做 開不到人啊 這一邊的話 剛才Coro是往下半區走 但是假如他去代線的話 雙方上單都是沒有TP的 就如果他去代線的話 這個時候Luper可以直接去大龍區 去大龍區那邊開龍 對 就剛剛那坡團戰 主要是Devd的拉打已經是做到極限 但Luper的一個鎖血 就是引誘Devd的反打也很漂亮 讓小虎後來接 而且他自己沒有死 問題點在於說 只要Mako不在Devd旁邊 Luper想怎麼殺Devd就怎麼殺 是 現在刀妹的一個威脅和瑞茲 瑞茲也有一個繞後的一個能力 加上他們兩條瘋龍 這個儀式你第一時間很難跑 所以其實現在Devd 就更考驗Devd 因為這邊發條畢竟是有一個急跑的 其實更多的勝任力更強一些 但是我覺得Devd這把這一波 而且雙招也沒了 下一波團戰很難打 剛才看到好像是Mata 不小心把紅buff給都拿掉了 結拉的傷害很高嗎 這拿紅buff是怎麼用的 會點血 會點血 的確也是 而且人家好歹也是個輸出 出裝來說也是個輸出 就你真不說 打完以後結拉的輸出 說不定不一定比小狗 就是這是英雄的一個差異 其實你別說結拉這個英雄打到大後期的話 沒有人幾乎可以比他高 對 火難 這一箭過去 哎小虎 有春哥的 哎 能不能留下 但是小虎回頭一套輸出 直接打了Coro半選 有點啃不動 結拉的話一個大招也是掩護一下隊友 來這個一個拉 拉到了香鍋 但一個拉拉得不是很好 想到Luper沒有拉到 回頭 迷糊反而是血量有點低了 小虎一個人打兩個 但是的話 立馬是被Coro的被動給定到 這邊RNG大軍趕過來 但是 小虎再起來以後 救不了 這個感覺救不了了 硬打DEF的半條血 對小虎只有盡量的去打 打出一些輸出 冰錘減速到W到UZI身上 那這一波直接要開龍了 大玩小虎 但狀態上面來說 馬拉香鍋是有春哥可以拼一手 對 Macon這邊的話已經乃快乾了 沒有多少藍量了 這邊有承接了 看這一波打不打 香鍋這一腳 香鍋等級比較高一些 只有摸油下去了 只有摸油下去了 這時候能不能搶到 兩千 一千五 哇呀 身長應該是沒眼了嗎 應該是沒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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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乾了 就如果要他去搶的話 覺得應該 也沒有閃現 他只有踢下去 他的等級是比較高的 他的等級是比較高的 就兩邊的一個狀態 就是因為各幹 各站了一個人 河岸的一個視野 都有鎮豔 所以其實馬拉香鍋也不知道 大龍的血量 他那一腳其實就是賭過 對這個沒辦法 只有讓了 老實這邊小虎這一波死的 真的是太傷了 因為他春哥被打掉了 剛出的春哥 不過還好這一波 就沒有發生那種事情 EDG是拿到了 就感覺EDG剛剛的 他的位置上面來說 他們做了一個很 很正確的一個決定 就是先把小虎給處理掉 因為小虎其實是 先打一套 然後他被抓以後 他回身去打沒口 反而讓自己被追倒 這也是瑞茲 可能烙背上面 比刀妹風險大的一個原因 他自己在逃亡上面 如果沒有急跑 其實很難走 下一波的話 柯若是已經有了春哥 現在出了一個血鬼結帳 下一件應該是要破壞了 那就看EDG這一波大龍 可以推進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至少要把上下路的一個鞭塔給帶到 對 而且其實EDG的裝備 越來越好了 就其實對方的這個突進 慢慢的對這個寒冰的威脅越來越小了 因為EDG的傷害一旦是血壓的話 刀妹其實進場的話死的會很快 因為他有水贏了 這個EDG不會被路口給碰到了 這個刀妹這樣的一個出裝 其實是沒有像藍隊這種 減攻速的一個裝備 對 其實現在的話 寒冰的裝備越來越好 其實對於EDG的局勢來講的話 越來越有力了 路口還在等 在等一個春哥 又是來了 三線滴 哇 這邊反手路口的一個大 大招往前控制以後 看一下場長長這邊 是先限制一下小虎 掩護隊友做撤隊 COLO大招已經結束 UJI開啟的大招 這邊是留住了COLO 一技能扭得過 但扭不到路口 最後一槍打擊了春哥 但是後面的話 香鍋和小虎去繞後 反而是被對方給擊殺了 寒冰界代的速度很高 但是的話 凱蘭倒地之後 這邊反而EDG 沒有虧 打出了一波二換二 這一波 這波 團戰真的太精彩了 太快了 就嘴數跟不上 麻辣香鍋這時候 忽然臨門一腳 這個阿神直接提三個 是不是阿神我們仔細看一下 哇 這邊是閃R提三個 在配上傑拉的一個大型團控 好險有過落的一個控制 就是讓隊友 就讓DEF找到了一個位置 可以反手做出 那這一波的話 小虎跟香鍋 如果不去切對方三個人的話 其實這波打算 對方的那個 這邊還在打 這邊進入了DEF的收割局 沒有閃現 那他趕緊給了一個E技能 要不然要被打三殺 那這一波ETG的大龍Buff 還是賺了呀 打出了他們應該打出的效果 但只能推掉這個二塔 這相對RG能夠接受的一個局面 比掉高地來說的話 掉高地來說的話 掉高爾法肯定是欣安里德的 願意接受 至少我們看得出來 RNG在面對對方大龍B進的時候 是很果斷的 因為剛剛Colin才分析過 就是如果你讓DEF進入一個 就是壓制的一個局面 是 馬拉香鍋沒有找到那種 可以踢的局面的話 E技能這個陣容 打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正面的團戰是有優勢的 哇 香鍋是真的敢打 對方帶著大龍Buff 這個陣型那麼好 都能給對方給踢散 這個的確不容易 這一波的話 對於COLO來說 時間點還 對於LOOPER來說 時間點還挺好的 因為這一波他是有了一個春歌 這一波春歌很關鍵 到時候往後突的話 就可以肆無忌憚去突進 但小虎的春歌是 在剛剛大龍團那邊被打掉 但這一波COLO的春歌也是被打掉 兩邊都要開始進入堆疊春歌的一個時間 好 這條小龍 哦 遠古龍已經刷了 現在的話 兩邊在雨龍區的一個爭奪也會越來越多了 已經到了一個後期的局面了 兩邊在B.O.V的第一場就是打得非常的火熱 兩邊一人一波 誰也不落下風 大家還記得剛剛這個中場休息時間 這個我們的採訪觀眾的有一個說 英雄聯盟最好看最好玩的是什麼 不是那種虐殺 而是我中之間 我中之間 你一波我一波 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 等一下 我記得那個人不是說的嘚瑟嗎 不是 嘚瑟不是重點 我覺得就是 賽事裡面的重點的確是 嘚瑟還是必要的 該嘚瑟的時候再嘚瑟對不對 比如說已經要贏了的時候 這時候再閃現衝個溫泉 好 這邊上路來帶一下 因為整個上半區RNG是沒有什麼視野 視野都集中在下半區 上路的塔是被Crow單帶掉 下來逼一下上路高地 這波大龍還是成功讓一級去進推兩塔 現在塔數反超以後 但結果香鍋是沒有閃現的 其實他每一波上去的話 其實對方的後排都會有一些心理的陰影了現在 所以說其實香鍋的一個發揮現在很重要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RNG他牽手開團的能力並不多 只能依靠香鍋一個人 所以這把香鍋身上的重擔子非常的大 如果在塔前的話可能還多一個MATA的一個閃現1 但是這種開團基本上是要對方給機會 這個其實蠻難的 失敗的風險很高 MATA會直接被滅 Devil的裝備真的是越來越豪華 四箭套再帶一個隨意試袋 而相較之下的話 UZ這邊由於開始分道的補刀不是特別多 所以這個時候裝備還是落後一些的 而且其實像凱蘭這樣的英雄的話 其實他出這樣的裝備越到後續越厲害 對 他就會讓你去有兩個ADC的感覺 對 就對方的後排你感覺有點慢 沒有辦法去侵入 就是其實刀妹的裝備再好 其實後面就像一股牆你跨不過去 好38分鐘 Deft已經六成裝了 也是全場第一個六成裝 對 其實上一波團的話 Coro那個大招也是非常關鍵 在第一時間後排八條變表的情況下 是他的一個大招 讓這一方就所有人拼在後面動不了 對 就雖然他的傷害不夠 也是為什麼MG敢這樣去做正面的一個團戰 就是因為這個凱蘭的大招傷害不夠 但是他的碰上還是一樣 持續傷害嘛 持續傷害跟爆發其實就是兩種不同的一個概念 對 他這樣子的一個打法的話 就大家也看到今天世界賽上面一個AD凱蘭的一個出現 就是完全沒有問題 EDG直接果斷地用遠古巨龍來逼團 安靜要怎麼來 這邊 進直接開局 哇 這邊躲掉了 看起來他們球都搶到了 空了 躲掉了大招搶到了龍 再一腳提起了Coro 後來這邊往右邊 但是自己被秒掉了 就不能不能打過 陸佩的血量比較低了 打出了春歌 這段話常常直接開局給大家衝上去 連到UZI 又再交出一個水銀 後續到小虎 這邊直接進場 傷害夠不夠 全是殘血 小虎閃現進去 空間打歪了 這小走動態很好 可是UZI的血量非常高 散線 常常起來了 小虎也起來了 直接閃現進去殺掉了兩人 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小虎的血量還是比較高的 實況的還在控球 打出了雷霆 兩邊是打出了一波四換四 保留了一個龍Buff 召喚師俠谷一片寂靜 剛才這波二人機搶到龍太關鍵了 他們有三條小龍的 哇 還是香鍋啊這一波 但是小虎剛剛那一發Q起來沒有打空 然後讓UZI制約上來的話 我覺得這一波RG可以贏啊 馬拉香鍋這邊很漂亮 這波是真的太漂亮了 兩回頭一腳 場長剛才因為等級是落後的 在懲戒的傷害上面是香鍋比較高一些 Ruber這邊的進場 是想要保一下小虎的一個輸出位置 這個一技能彈到很多人打出成量的AOE 是 但刀背站起來沒有任何的一個坦度 這邊陳是殘血 是吧 感覺Ruber這邊如果稍微冷靜一點 可能會好一些 對 而且小狗這邊只剩一發子彈 所以他雖然兩個殘血 但他進去只能選一個 對 然後再Q4一個 場長站起來以後 配合Scott的一個運球 這個直接一個QW 一發普攻 雷霆 天啊 傷害剛好 兩邊一波四換四 四換四 四換四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又回到同一期望線 又從一開始 其實RNG這一波有三條小龍一個加成 這一波團隊其實搶到了遠古龍已經非常有優勢了 但我是覺得當時 其實Luper進場的話稍微著急了一點點 如果再緩一緩 就是等到對方的血量壓下來 然後就一直圍繞著小虎旁邊打轉 讓小虎旅輸出把那個凱南的崔哥打掉 然後回頭的話殘血一波收割 這波感覺要小心一點 來 這邊長長 被比出一個大招 哇 發條大招又拉空了 摳羅這個位置把它有點危險 被W禁骨道 彈起來直接打出了秋哥 雖然發條給了一個QW 但是RNG這邊的血量還可以 全是花啊 周圍 摳羅蠶死在RNG的花園當中 畫面太美了 像一個葬禮 大龍直接開啟 EDG剩下四個人 長長是沒有大招的 這邊大龍來不及了 大龍可能要掉了 這個鏡還開了大小 留一下 每次的大招傳過來三個人 但是回頭了小虎被秒了 這一波有點衝動了 後面DEF的開始進入一個收割局面 如何這邊坦不住輸出 被外界啟發射死 哇 站起來的麻辣香鍋又被帶走 一個雙殺 DEF的EDG打回來了 好的 兩邊又重新開始 LPL是一個回合制的遊戲 你一波我一波 這一波高地 看一下 這邊復活的最快是中單小虎 四十秒 中午高地應該可以破 這是一個死亡傳送門 我記得你確定這是打的真正點嗎 感覺像最後一局 應該是吧 就是兩邊感覺就是這個 DO5嘛 就一局定勝負 反正都要打成這個2比2對不對 你知道有一個感覺就是 就是選手等太久了 按耐不住自己的荒荒之力 那這樣的話高地直接被催掉 還有18秒感覺可以拼低波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MEIFF的這邊很優雅 MEIFF的這邊很優雅 被套的徐洛走出來 血量還很健康 喔 尤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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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好的 第一把的比賽 剛剛EDG是兩邊你來我往 但最後一波 因為遊戲已經到了比較晚期的一個時間了 對 復活的時間太久 而且DEV的一個傷害的確是爆表 在最後的門牙塔前面 個人的一個判斷 看到了小狗跟Mata 沒有站在一起 選擇直接閃現上去 把對方給帶走 我覺得這個小虎這一把的話 其實就打得已經不錯了 但是其實相對還是有一些失誤 的確 就最後這個大招其實太關鍵了 就如果不是相過幾波 關鍵的R閃以及搶人的話 可能RNG 就是輸的時間點更早 但是 比賽的魅力其實就在這裡 其實都說了這樣的關鍵先生 肯定是在香鍋的手上 對吧 其實很多時候你團戰 你在優勢的時候 你要去追擊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但有時候你看對方 就是EDG這邊的處理也很冷靜 他沒有說對方三個人傳送過來 立馬就跑 立馬是選擇反打去集火小虎 把小虎先秒了 這個是就EDG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對 而且他們平斷了自己的一個戰力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雖然Coro是被秒掉 而且春哥復活起來 直接被秒 但是他的兩個stays的狀態很好 第一發條還有打 第二是Deft的一個血量狀態 是完美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這樣突如其來的三個人 直接出現在 其實你也是把後排 送在對方的後排前面 是 其實EDG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Deft的這個點拖起來了 就把他的這個整體的一個裝備 然後傷害讓刀妹和瑞兹 對他沒有威脅了 所以後期的一個自身手的話 一邊在芒生一邊就是在Deft的這個點 還有雙對位吧 對 在中單這個點 score他拿了很多的人頭 而且打出了效果 該有的在小龍庫那一波 以及在最後大龍那一波 是秒掉對面的瑞兹 我感覺整體來說的話 如果要給MPE 我會給多多 就可能我Coin讓你覺得 Deft這邊的一個輸出 是獲勝了很重要的關鍵 但的確多多的一個發條 在很多的關鍵 因為大家都知道 發條這個英雄的一個缺點 就在於你只要一次的一輪的技能打空 你基本上要有五秒鐘到七秒鐘左右 不能輸出 因為EDG他的後排就是輸出非常高 像一堵城牆 但RNG要想突破這堵城牆的話 只能靠這個相過 不是說這個就RNG的後排就不給力 或者輸出不夠 英雄說英雄兩邊的英雄是這樣的 一邊的英雄就是打後排 來打陣型 一邊的英雄就是要打了你的陣型 去打節奏 所以兩邊的話 該做的東西都已經做到了 但是最後的話 EDG還是通過一波反打去得了勝利 對 就小虎的一個瑞茲 我覺得基本上說他開局上面實際是蠻劣勢 但馬拉香鍋盤禍以後 他也嘗試了就是這種卡牌式的上架度支援 也打出了不錯的效果 但關鍵點就在於結束比賽的時候 就是一波 就是那個傳送門的一個判斷 因為以他們的想法來說 我們剛搶了一個淵布巨龍 我們又拿了一個大龍 就是勢如破竹 想要一股作氣的擊敗一地區 反而在這個時候 進入了對方的一個陷阱 所以我看到UZA的那個表情 應該是呆掉了 這一波怎麼輸的 本來其實氣勢比較高漲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要打優勢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是這樣的一波傳戰 然後被對面反一波了 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對心態的影響是蠻大的 小虎的反應其實差不多是對的 就傳過去我可以撐撐撐擊一波 但是多多反應更快 他是直接用QW然後打殘之後秒掉 這一波其實最完美的結局就是 一個大招過去 讓有春哥的那個人去賣 然後自己不過去 然後跟著後排一起切上去 因為那個時候去留人的話 讓一個Fayway去陷入到敵音當中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 其實瑞士的大招有很多花式 也不是說花式 它有很多戰略的一個用法 就是你也可以開傳送門 但是其實裡面沒人 因為對方也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人過來 反而你那個大招開過去之後 發條的一套技能 立馬就會給上對不對 他QW就空了 對不對就打到了前排 反而人眼留下了 反而有時候 你的確沒有辦法去做到完美 那就好像一個魔術的帽子氣法一樣 就是對於EDG來說 他不知道帽子裡面有沒有兔子 但他就是發條 就是多多次告 只能選擇把傷害給灌進去 因為如果他晚的話 被瑞士接一套 他也會陷入一個絕境 好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的一個賽後 數據分析 哇兩邊真的都差不多 打了就兩邊第一把比賽 加起來已經打了快25萬的傷害 是是是 整體來說的話 的確小龍的話 這個RNG可能是比較好的 這可能也是 EDG自己要想辦法去調整的一個問題 因為的確 MVP最後是給到了 MAKO的一個大門 的確很多的關鍵的 前期的一個關鍵的反打 都是靠著MAKO的一個水炮 給造成的 而且有幾波這個閃現Q 也是很關鍵嘛 留到對方的關鍵人物 主要他的大招的話 每次都能夠第一次去打的ULA 他隨時都是催著ULA的 好 這是比較關鍵一波 閃現Q 留到了ULA 是最後一波傳滅 然後還有 每一波的話 他的保護都做得非常好 是 這一波其實他的大招 可能就相對的 讓香鍋利角也可能是沒有閃出來吧 但其實也不好說 香鍋利角先大了之後 然後這個腳才出來了嘛 這個腳已經抬起來了 所以這套操作可能是 我一看就按了 我R閃肯定是R和閃現一起按 但是我在被你擊飛了之後 肯定是R是放出來 閃現必須放得出來 第一把比賽哥打得這麼的精彩 也讓我們不禁期待起兩支隊伍 就是RNG第一把雖然弱敗 但兩邊的紙面實力 在這個時間點我覺得完全是普通之間 是 就一定去贏的那一手就是那一波彈而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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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